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次出现舞爵级高手这个概念 三部曲时代众多高手中 到底有哪些人具备了舞爵级高手的实力 今天阿浪就来说说 华山论剑正式举办了三次 真正评出舞爵高手的只有两次 第一次华山论剑是射雕英雄传 正式剧情开启前的二十多年 黄耀师 欧阳峰 段芷欣 洪七公和王重阳五人上榜 被称为东邪 西独 南帝 北盖 中神通 也是最早的老舞爵 第二次华山论剑则只有黄耀师 洪七公 欧阳峰和郭靖四人参加 周伯通和南帝以及求千任早早下山 并未参加比武 欧阳峰在使用逆转九阴之法 打败黄耀师和洪七公后 被黄荣言语所激发 这次华山论剑并未评出新的舞爵 第三次华山论剑在神雕时代末举行 与会众人经过友好讨论后 一致推举周伯通为新舞爵之首 封号钟蛮童 而郭靖接过他师父洪七公的位置 成为北侠 杨过则接过他的义父欧阳峰的位置 成为西狂 另两位老舞爵黄耀师和伊登大师 也位列其中 封号东邪和南僧 这五人也被称为新舞爵 从第一次华山论剑到第三次华山论剑 这其中的间隔超越了五十年 尤其是其中还有黄耀师和伊登大师 这样蝉联两届舞爵的人 足以说明一个事实 新老舞爵的实力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有志的提高 如此一来 要说出射雕三部曲时代 有哪些人具备舞爵级的实力 就得先确认两点 第一 舞爵应该指的是老舞爵 分别是东邪黄耀师 西渡欧阳峰 南帝段志兴 北盖洪七公 钟神通 王冲阳 第二 级别没说具体说明是什么级别 我暂且按武功为标准 因为射雕三部曲时间跨越百余年 所以舞爵实力 再按第二次华山论剑为标准 其余人物战力按最强的阶段进行考虑 另外是武功综合实力排行 不按战绩 因为小说作品内的武功相可以说 比如一阳指克制蛤蟆功 但也不能说一灯就比欧阳峰武功高 由此来看的话 舞爵水平呢有 一 金轮法王 作为神雕boss 内力已达到欧阳峰水平 招式是短板 实力常被人低估 无奈杨过开挂 又有主角光环 只有被虐的份 综合实力后期稍均于杨过 达到武爵水平 二 空剑神僧 以天少林派第一高手 百年难得一遇的武学天才 身兼少林九阳功 少林大力金刚指 少林龙招手 以及少林古今五大神功之一的 金刚不坏神功 实力非常强悍 尤其是少林金刚不坏神功 几百年来 少林寺无人练成 但是空剑神僧不仅练成了 而且还练得出神入化 炉火纯青 三 球千刃 表面上稍训武爵 实际实力上已达武爵水准 四 灵昭音 古墓派创始人 能创立一个门派 说明这人已经很牛逼了 虽然尚未出场 武功实力表现出 全真教王重阳徒子徒孙之口 总的来看 其武功应当略逊于王重阳 基本和武爵并列 五 杨鼎天 实力应该大于名气 死得早是减分相 少林三度水平怎么样 做枯禅三十多年 练成金刚符摸圈 也不敢去找杨鼎天报仇 只敢在少林苟活 说明杨鼎天的武功实力 当时稀释罕有 但肯逊色于张无忌 所以把它归为武爵水平 六 少林三度 三度之一的水平 应该只有一流水准 但三度三十年的 金刚符摸圈正法修为 可以达到超一流水平 张无忌都破不了 但是张无忌的内力 明显高于三度 按张无忌实力降一等 归为此类 七 全真妻子 其实全真妻子的实力 许多人都不认可 因为他们任何一个人 单打独斗 在三部曲中都不是一流的 但是天罡北斗阵摆好了 能缠住东邪黄药师 你说气不气人 东邪是什么人 振发专家 武爵之一 有了这次战绩 说明实力可勉强于武爵起平 超武爵的有 一 斗九神僧 未出场 九阴真经创始人 但看看九阴真经 有多牛逼就是了 极荣会贯通的武学智力 炼成后天下武学 富时皆可用 此今还赴缩骨功 游强功 不足十分之一的经文 足够壮大少林派 是武当俄眉开宗立派的奠基 二 黄肠 九阴真经创始人 他所写的九阴真经 影响了整个武林几百年 本是大内文官 却从《道藏经》书中 无师自通 内外兼修 自学成一位绝世高手 其人正邪莫变 极少的事迹 只流传于江湖传说中 三 独孤求败 人称剑魔 是小说中 唯一被提及过 真正无敌于天下的高手 其事迹 只在极少数武林人士之间 口耳相传 他曾在自己的幕前 见种流言 纵横江湖三十余载 杀尽仇扣奸人 败尽英雄豪杰 天下更无抗守 无可奈何 唯隐居身骨 以雕为有 无敌是多么的寂寞 四 张三丰 一代宗师 当世无双 百年后武功大成 是三部曲中 武功绝世第一 更牛逼的是 不仅仅武功已到宗师级别 修养 境界 人品几乎可以说是正骨朔金 足可以和达摩比肩 综合实力可以排全书第二 五 郭靖 神雕书中武功第一人 五角共同打造的完美集合体 王重阳的内功心法 由马玉传授 东仙女婿弹指神通 戏读超级陪练 九鹰老蛮童带传 降龙十八掌 北盖清传 南帝解读九鹰 在神雕后期 已经接近于完美的存在了 最重要的是 辖之大者 为国为民 六 杨过 作为神雕的主角 自然带有主角光环 在学过许多武功之后 创出属于自己的武功 黯然销魂掌 这是很多高手做不到的 而且有实战加持 在神雕后期 实战一次彼此牛逼 驻小龙女战金轮 百招制服求千任 十六年后 黯然销魂掌 三百招制服金轮 七 张无忌 三部曲中 主角武功都不少 也都很杂 真正有用的 作为主要武功 用于实战的 只有张无忌了 身怀九阳神功 乾坤大挪移 两大绝技 以一人之力 在光明顶独占六大派 虐玄冥二老 战三度金刚覆墨圈等等 如果可以能够夺取天下的人 开挂的人生 不需要解释 三 黄山女 身份之谜 武功之高 非常人所能及 既然是神雕大侠 杨过的后人 黄山女的武功 定然尽得真传 按时间推断 至少是杨过的孙女 二十六七岁 居然有此武功 侧面表示黄山女 恐怕要 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 九 周伯通 在射雕后期 周伯通武功水准 已经接近五绝了 这还是在周伯通 不使用九阴真金武功 以及左右护博的前提下 且不说九阴真金 周伯通一旦使出左右护博 大概率能胜五绝一筹 在神雕中 就更不用说了 九阴真金 乃是书中主线 重要程度可想而知 在神雕后期 老万童实力 可排进前三 有人觉得 黄山女 也应该是五绝水平 但我不这样认为 毕竟别人 打不过周芷若 只是因为周芷若武功 太过奇怪 就像张无忌 打不过风云月三十一样 但是 黄山女 对周芷若武功 十分熟悉 尚且需要数十招 才能击败 周芷若不过是 没超风水平 甚至未必急得上 因此 黄山女根本达不到五绝 周芷若就更不可能 大家如果仔细 看看这些人 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这些高手 基本都是有着传承的 周伯通 王重阳 全真妻子 都是一脉相承 郭靖杨过 是书职关系 张无尽又是 张三丰的徒孙 真正白手起家的人 其实并没有几个 所以说 想打破阶级这个东西 无论是在现实 还是在武侠世界 都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我们还是努力活着 努力往山峰攀爬 才是最好的选择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